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好做 而且特别简单 那么接下来我来教大家 怎么来制作我们这道 清糖面 而且又健康 来 水开以后呢 把我们的挂面呢 挂进去 我们用的面呢 就是我们在超市里买的这个挂面 在我们这儿呢 叫龙须面 在这个面煮的时候呢 我们来调一个汁 就是我们清糖面的灵魂 放一点葱花 放一点点 大概有个一克 少捡一点鸡精 然后来一点点胡椒粉 加一点生抽 生抽大概有五克吧 五克这样 然后来一点点陈醋 这样开水 我为什么用圆套呢 因为套的它会比较浑 然后我们再捡一点点香油 面煮差不多了啊 这个面条呢 有好多在家里煮啊 它不知道怎么要是个熟 其实我们可以看 如果说这个面呢 它里边还有白芯啊 这证明了它还没有熟 那么等煮的 哎 里边拿加水以后呢 它没有白芯了 那么我们这个面呢 才算是真正的熟了 好 我们的面呢 哎 这会儿就已经煮熟了 哎 然后把这个面呢 我们就加起来 放进我们的 这个炒好的这个 灵魂汤中 我们煎一个荷包蛋 这荷包蛋呢 省先把火锅要烧热 热锅凉油 它才不容易干锅 哎 烧热了以后 我们放入凉油 油一定要烧热 然后再倒出来 哎 这样的话 它能达到我们的效果 鸡蛋 鸡蛋呢 我们在煎的时候 同时呢 一定要小火啊 一定温度 锅里的温度不要太高 啊 要不然的话 它会容易 鸡泡 鸡蛋呢 会不好看 好不好 但是煎好了 哎 我们的这道 青汤面呢 就做好了 啊 当然大家 如果喜欢吃青菜 那就放点青菜 啊 等会儿可以 甚至可以 放点虾仁 啊 也可以 啊 能够让我们的汤呢 更鲜美 就看大家的喜好 你喜欢吃什么 我们都可以往里放一下 我们这个青汤面呢 也是专口 而且呢 烧油 特别适合我们现在 这种年轻的一个 饮食口味 太好吃了 而且非常 清爽 可口 非常养胃 记得大家 一定要 吃健康 收听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